虽然是上班时间 不过沿着铁路高架桥下的长新街二段 整排车还是停得满满满 更别说是晚上下班回来 根本找不到地方停车 汽车位一位难求也让附近居民很困扰 尤其这一排路边虽然没有划线可以停车 不过一直以来却有人以车换车 也出现了车子一停就不走的长期占用情形 有人会站车位 还有机民就是反应 就是他已经停一步对不对 然后从地下车又开一步上来 把货车开走叫做站货车那个位置 对他们回来没有停车位 没有停车位一位难求 路边都是没有划一些标志标线 那都有许多的车辆长期的停放 那导致流动性不佳 那许多的民众都有反应说 他们下班回来都没有位置可以停 那他们希望是不是能够引入这个收费的机制 让他们下班之后不用停很远 在家附近就可以有位置停 那付一点点的公平的使用者付费 他们也愿意接受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请交通局来这边讨论一下 长期招人占用民众抱怨下班回来 找不到停车位真的很困扰 如何改善长期间二段的停车乱象 议员六仙祥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决定规划收费停车格 那因为这边是我们的住宅区 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也不希望说费用太高造成住户的负担 所以说我们也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祭次的收费方案就是一天60块 或者是说每4小时30块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低价的一个收费的方式 来给我们的住户的选择 那后续要看刚刚提到的两种的收费方式 再请我们的里长来询问我们李明的意见 那我们就预计在明年的2月15号开始收费 划不划收费停车格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使用者付费公平原则 接下来也将沿线规划汽车收费停车格 至于费率会在沿泥解决长期占用的问题 也提高车格周转率 让更多的人有地方停车 加成慧玲希子采访报道